我觉得你对她的态度真的不是很友好 因为我觉得她太过爱眼 为什么会爱眼 我觉得她挺养眼的 长得又白 一身气质又出众 哪里爱眼了 你觉得她好的地方 在我看来都爱眼 好吧 这醋坛子打翻了 怎么看都是爱眼 两人聊着到了药库 进了里面 轩月莫泽在一旁坐着 对凤九道 这里面应该有你要的药材 你看需要什么自己拿 每个盒子上面都有标志 嗯 我知道了 凤九目光在那一排排的格子上滑过 扫过那一个个药名 轩月莫泽看着她在那里挑着药 便开口 五百年以上的在左边 还有十几位千年灵药 在最上面那排 凤九一边拉开格子 取出灵药 看了看 合适的就收了起来 又配了两包药 递给轩月莫泽 在我药剑没配出来前 这个先熬给你父皇喝 两碗水熬成半碗就行了 好了吗 嗯 可以走了 那走吧 我教的人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 这会儿时候也不早了 应该都准备好了 她上前牵着她的手离开 到了外面 轩月莫泽将两包药递给影医 交代了一声 便和凤九往宫殿里走 到了那里 看见了一桌饭菜 把沐晨起来一起吃 来者是客 怎么能失礼了呢 原本还想说什么 轩月莫泽 见她一双眼眸笑意地看着她 便也没再多说 只是端坐 那我去请 冷华见了 便转身退下去 这是零酒 先喝一小杯尝尝 轩月莫泽给她倒了一小杯 零酒 示意她尝尝看 凤九看着那小小的一个酒杯里面的半杯酒 嘴角抽了抽 这么少 哪能尝出什么味道 要不换个大杯 你不怕醉吗 这酒后劲很大 酒劲大呀 我尝尝 好香啊 入口唇后的酒香在舌尖散开 灵力气息伴随着酒液滑露喉咙 在体内散开 只是一小口 整个腹部变暖了起来 如何 很厉害啊 不会有火辣辣的感觉 但入了腹 却又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